大家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首先感謝大家上次的捧場 非常多新朋友來參加比賽 不過看來大家都不太熟悉比賽的程序和需要準備的資料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到底需要準備些什麼 首先你需要一個玩家的身份證 但是這個身份證要怎樣來呢,要跟著以下的步驟 要拿這個Player ID,首先要在你的瀏覽器上面 輸入www.pokemon.com去Pokemon的官方網站 然後左手邊會見到J O I N JOIN,按進去 然後你會去到這個畫面之後 然後就選選你真實的生日日期和這個職位 按下Submit之後呢 然後就會進入一個基本帳號的申請畫面 你需要一個基本帳號ID 然後密碼這裡有少許複雜的 滿足他的帳號要求的 然後輸入你其他資料,例如這個電郵 這個不用選擇的 接著呢,有一個Screen畫面 這個不重要的,隨便打一個 可以稱呼你的名字都可以的 不如查一下會不會重複 然後按下同意書,然後再Submit就可以了 但是要做一個I am not Roblox的測試 當你去到這個畫面的時候呢 你可以查回你的email 就應該會收到一封這樣的信 按下綠色的按鈕之後呢 那你就成功完成註冊了 但是步驟還未完的喔 首先登入你剛剛申請成功的帳號先 然後呢,按入左手邊 Play Pokemon Settings那裡 選擇下面的選項 然後按你同意的同意書 然後一樣都是Submit 之後呢,按入左手邊的Play Pokemon Settings那裡 你會看到自己的ID的了 然後就是選擇第一項 選擇回來的個人資料 然後在下面的選擇 Videogames,再Submit就成功了 而Player ID後面那項數字呢 在參賽的時候就需要用到的了 這個ID除了你報名 填報名表的時候用之外 你報分的時候也需要用到這個ID 那麼當日如果你比賽贏了的話呢 那贏那方就要向裁判司令台那邊 就要報分 然後要報出你的桌號 以及報出你剛剛申請到的ID 然後第二項你需要準備的就是 對戰時候的規則 首先進入圓慶廣場 然後在下方 鍵入對戰按鈕 然後按下載規則 然後連線 連好線之後呢 選擇第一個 2017規矩 然後選擇下載 那就完成了 然後呢 下一項呢 就是把你的隊伍 應該放在哪一個位置 在電腦箱上面呢 下一項上面 中間有個 兩個精靈球的樣子 那邊就叫BattleBoss 將你對戰的隊伍的精靈 全部放回殺入開了 那你選擇完好哪六隻你身外而打算出戰的精靈之後呢 到底要怎樣做呢 那就要將它填入這個參賽表格裡面 那你的表格順便請你填上真實的資料 包括你精靈的資料 你的姓名 你剛剛申請的ID 最重要呢 就是要跟回自己年齡選擇什麼組別 不要因為自己新手而選了Junior Junior是給小朋友的 可能你又會說 那這個表格到底要在哪裏找呢 那就要上大家眼前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的網址 是什麼呢 那就是 PayPokemonHK.com 那你們需要表格呢 在不同的比賽的一個 Post裡面都會見到的 那大家想參加比賽之前 請記得 小月裡面比賽的規則 資料 注意事項等等 尤其是地點 因為地點未必是每次都一樣的 即使大家參賽過 我都要特別留意這個問題 那麼 剛剛的表格呢 和剛剛我所提及過的東西 其實呢 都可以在裡面呢 找到更加仔細的答案的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呢 歡迎在這個網站上面找 或者 聯絡我 或者 PayPayPokemonHK 這個網站裡面的Facebook Fan Page呢 都會有專人來回答你們的問題 那麼 接下來 3月25號 以及4月28 29 還是4月29 30 好了 這些日子呢 都會有一定大型的比賽 那麼 接下來5月和6月 一樣是會有不同規模的大賽 因為現在呢 已經去到季尾了 那麼 大家都會爭相準備呢 參加8月的世界大賽 那麼 還想 可能看一下 還有沒有機會入到 或者想來 單純是娛樂一番來 分一下的 如果沒有問題 那麼記得留意一下以上的資料 那麼 填到你需要準備的東西 那麼 我們就在3月25號見啦 那麼 希望到時見到你啦 那麼 今天這條片暫時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